在古代,文明还未开化之时,有一种刑法叫做抽肠刑 顾名思义,这种刑法就是将犯人的肠子从体内抽出,直到肠子拉断为止 中西方历史上都有关于这种刑法的记载 今天心想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样一部变态杀手控制警察 并将警察残忍抽肠的影片,入侵脑细胞 话不多说,现在看片 女主角凯瑟琳是一名心理治疗师 她在一所大脑研究机构共职 机构开发了一种能够连接两台大脑的脑机接口 凯瑟琳的工作就是进入到对方意识中,然后治疗对方的精神创伤 不过由于这种意识现象从外部无法观察 所以机构的这项研究一直饱受质疑 卡尔是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变态杀手 他喜欢绑架年轻女子,然后用牛奶将对方溺死 有时头痛起来,甚至会用锁链将自己掉起来 这天FBI探员文斯在路边发现一名遇害者的尸体 这已经是系列案件的第七名受害者 现场最大的线索是一撮狗毛 警方专家在化验之后发现这是一只患有白内障的狗狗 就在警方调查的时候,卡尔又盯上了新的对象朱莉 他趁朱莉去车库开车的时候绑架了朱莉 之后文斯便收到朱莉失踪的消息 他和搭档来到朱莉家调查详情 之后搭档接到总部电话 警方找到了一个狗场 三年前曾经卖出过一只白内障狗狗 根据交通部记录 买主开的是一辆水绿色福特 通过这些信息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协议人卡尔 他们来到卡尔家中逮捕了卡尔 还对房间展开了搜查 然而出了一个有些特别的符号 警方并没有发现朱莉的踪影 屋里有一台电视 上面播放着女孩被关进水箱溺死的录像 朱莉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警方将卡尔带回后进行了医学观察 发现卡尔患上了一种叫做惠伦氏症的精神病 这是一种先天疾病 是由于患者还在母胎时被病毒感染而引起的 普通的药物对这种精神病根本不起作用 现在卡尔迟迟醒不来 而朱莉还被关在水箱 根据卡尔家中的录像显示 留给警方和朱莉的时间只有40小时 在那之后朱莉就会被溺亡 为了找到朱莉 文斯听取专家的意见来到了大脑研究机构 凯瑟聆听了文斯的报告后 决定冒险进入卡尔的意识 尝试找出朱莉被藏的地点 他通过脑机接口接通了卡尔的大脑 很快就进入了卡尔的意识世界 在那里 凯瑟琳遇见了童年卡尔和一匹马 就在他抚摸马皮的时候 童年卡尔却将他一把推开 下一秒 从上面掉下来大块玻璃 将马皮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切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童年卡尔还是很心善的 之后凯瑟琳又跟着童年卡尔来到了另一间房子 那里装满了被囚禁起来的女性玩偶 不难猜测 这些玩偶就是被卡尔杀害的女性 就在凯瑟琳打量房间的时候 肌肉女出现了 他打晕凯瑟琳 还将凯瑟琳送到了另一个房间 在那里 凯瑟琳被变态卡尔吓得不轻 他按下手中的唤醒芯片 及时从卡尔的意识世界中退了出来 凯瑟琳被吓醒后 向文斯讲述的他的发现 卡尔应该是有着双重人格 童年卡尔是善的一面 变态卡尔是恶的一面 要想找到朱莉的藏匿点 就得从童年卡尔这里突破 文斯府为了受惊的凯瑟琳 情绪平复后 他再次进入了卡尔的意识世界 很快他就找到了童年卡尔 童年卡尔正在擦盘子 但就在两人讲话的时候 盘子却不慎打碎 童年卡尔赶紧将凯瑟琳推进了衣柜 之后父亲进到房间里头 无情毒打了童年卡尔 就在凯瑟琳震惊之时 衣柜中的景象却变了 一个女孩被杀死在浴缸里头 成年卡尔就坐在旁边 接着成年卡尔向凯瑟琳 讲述了童年时代的创伤 父亲为他举行敬礼 然而却险些将他淹死 也正是因为这次创伤 成年卡尔才会想要溺死女孩 说完之后 成年卡尔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时另一个长有牛角的变态卡尔出现了 凯瑟琳来不及按下芯片就被他控制 变态卡尔给凯瑟琳带上项圈 让他彻底迷失在自己的意识世界里面 眼见凯瑟琳无法醒来 造成一切的文斯决定冒险 进入卡尔意识 第一次进行意识穿越的文斯 见到的景象比凯瑟琳还要诡异 之后文斯来到一间宫殿 凯瑟琳被锁在床上 他本想唤醒凯瑟琳 却被变态卡尔抓住 变态卡尔将他锁了起来 还将他的小肠绑到了铁架上 文斯一边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 一边向凯瑟琳呼喊他以前的事情 终于将凯瑟琳唤醒过来 回复意识的凯瑟琳一刀刺进了变态卡尔体内 之后文斯和凯瑟琳便来到另一个房间 童年卡尔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他身旁是一个关着女人的水箱 文斯看着水箱上的特殊符号 想起之前在卡尔家中 见到过类似符号 朱莉应该就是被困在那 发现线索的文斯带着凯瑟琳返回了现实世界 而童年卡尔却被变态卡尔 掳了过去 醒过来的文斯赶紧朝符号指示的地点赶去 他来了朱莉被关押的地下室 此时水箱的水已经注满 朱莉眼看就要被淹死 文斯砸碎水箱 终于成功救下了朱莉 另一边凯瑟琳醒来后并没有做死罢休 他想要治愈卡尔的变态人格 于是他不顾危险再次启动了大脑连接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进入卡尔脑细胞 而是让卡尔进入了他的意识世界 凯瑟琳的意识世界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 童年卡尔在这待得很舒服 但很快变态卡尔又找了过来 不过嘛 现在可是在凯瑟琳的世界 凯瑟琳变身女战士 很快就制服了变态卡尔 然而变态卡尔和童年卡尔是一体的 二者共生共死 最后凯瑟琳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 将童年卡尔溺死在泳池 这一刻卡尔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脱 由于意识死去 现实中的卡尔也永远的沉睡了过去 影片至此也告一段落 这部影片的风格十分独特 导演塔西姆星是MV导演出身 所以我们会发现影片在叙事上十分意识流 但是视觉风格上却有着一种诡异的美感 影片中还出现了一部动画 原始星球 这部动画也讲述了关于大脑意识的故事 片子的画风有着同样的诡异 星星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这部动画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出来看一看哦 好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连接大脑 好